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每次发都会被说是错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anyway这不重要 如果我们画两个元素在canvas上面呢 然后当你选定一个元素或者是图形的时候 按下alt键 然后以鼠标移到另外一个键上 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当中有66个pixel的间距 这个是172 然后这个是物体与物体之间 图形与图形之间的间距 那么假设我现在画一个outboard 当你在点击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有上下左右的间距 同样是用alt键 这个是非常方便 当你设计师设计你的元素的时候 你想要图形居中 你想要图形就是看看左边 离左边的margin的距离 右边边距的距离 都是可以用out来查看的 非常的方便 反正就是out 然后你看到这是121 我想120就用鼠标 往左移一个pixel像素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小贴士呢 就是提取颜色 因为它不像在photoshop里那么快 这边提取颜色的默认快捷键是Ctrl-C Color 就是当你Ctrl-C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圆的放大镜 然后它是像素格 你可以看到点的时候 因为我这个已经点完了嘛 我可能再画一个另外的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在这边是一个绿色的话 那你Cmd 不是Cmd Sorry Ctrl-C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RGB 以及HEX 那个hex number 的color 然后这个神奇的地方是 这个放大镜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填取的 你可以填这里的颜色 你也可以点这个软件之外的颜色 当然我这边就有可能 你看不太见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如果我这边的东西是 这样大家就看得见吧 如果是Ctrl-C的话 你可以点我桌面上的任何颜色都可以点 很神奇的 然后点完之后就可以变色了 提起颜色还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这个可以让大家工作起来会快速很多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叫 在图层下面有一个叫Round to Pixel 这个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呢 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画东西的时候 可能是非常粗糙的 比如说我在拖拽的时候 我可能拖到了351.5 我可能拖到了365.2 就是有小数点 那你这个就不是Pixel Perfect 然后当你在 当你在说Pixel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不是对齐的 就是我如果在高度的时候 我再加一个R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Pixel Off 就是没有是像素 Pixel Perfect 像素完美的那个状态嘛 那这样的图形 包括这样的输出导出 都是非专业的 如果你是Digital 或者是做UI Designer的话 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一定要Pixel Perfect 不然你导出去的文件 工程师也没有办法要 不够完美 那如果你是UX Architect 就是只是建Flow的话 我觉得也还好 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注重的是这个Flow 而不是图形的像素完整 所以说就可能也不需要你 你就是像素完整 但是如果你是UI Designer 要准备Assets 要把那些图片的细节 全部都扣出来的话 这样的图形都不行 那这里有一个快捷 也没有快 这个功能没有快捷键 但是它可以让大家知道 有个快速的变成Pixel Perfect的办法 你点完这个图形之后呢 走到Layer里面去 然后它叫Rung to Pixel 你点它就自动的Snap to Pixel Grade 我给大家打一下 叫Rung Sorry 太多中文版本了 Rung to Pixel 好 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功能 Rung to Pixel 它没有快捷键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编辑成快捷键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想跟大家说的这个功能 就是Sketch的话 因为它有一些快捷键 跟Photoshop 跟Illustrate Adobe的那些产品都不一样嘛 但是你是不习惯的话 你是可以改的 怎么改呢 我这边就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去System里面改 大家可以打开System Preference 这个你不需要一定要用 但是可以大家知道一下 我这边不是中文版本的 所以翻译有偏差的话 大家就看图标就可以了 好 到了Preferences里 以后呢 我们打开Keyboard Keyboard就是键盘 键盘这边有一个Shortcuts 就是快捷键 那快捷键的话 它这边有非常多的分类 我们就要到App Shortcuts 就是说到你的那些应用软件里面 去加Shortcuts 这里有个添加加号 然后这边有All Application 就是你所有 就是装过的应用软件 都会在Macintosh的Application里面 你可以点击选择 你也可以搜索 点击你的Sketch 然后我因为这边有两个版本的Sketch 你们就用黄色的那个基本版就好了 这个Menu Title 就是你这个Sketch Shortcut的Title 因为我们这个Title就是Round to Pixel 那我们就叫它Round to Pixel 你就可以这样命名它 然后Keyboard Shortcut是你自己可以编辑的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Sketch之前的Shortcut之后呢 就是尽量不要重复它以前有的这样会confuse嘛 那我们这边就编一个Command Shift加R Command Shift加R Command Shift加R它就自己出来了 Command就是这个四个圆圈的形状 然后Shift就是箭头 R就是我的那个Round 然后我们这样Add进去之后 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在Application下面的Sketch 下面就有Round to Pixel 那这个就是我要添加的 然后我们试验一下这个可不可行 关掉 然后我们现在再把它这个Math up一下啊 然后看一下就是 我们要试验一下这个Shortcut有没有可用嘛 然后ShowPixel 好 现在这个Pixel不是Perfect 那么我们就是ShiftRound的加R 好 我们发现有个什么问题呢 它走到了Rotate里面 所以这个是被用过的 那这个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要到SystemPreference里面去改 这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如果改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改 那我们想要改什么呢 ShiftCommand加截杠 这感觉也有啊 ShiftCommand加 ShiftCommand加 加一个点吧 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然后我们走到layer上去看 好 诶 这次居然成功了 所以就是还是一句话 就是要不断地试验 因为我对所有的它的Shortcut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了解 那如果有重复或者覆盖的话 就不要去用 因为之前的Round Shift加R 大家可以看到 跳出来的Rotate 那个是Rotate的快捷键 你可以去Sketch里面把Rotate擦掉 然后把它弄成你的Round 2Pixel也可以 或者你自己再加一个编一个很奇怪的也可以 这个需要你自己的记忆 然后有些人是习惯用Sketch原本的那些快捷键 有些人呢是喜欢把它全部改成跟Adobe一样的快捷键 我觉得都是自己喜欢 如果你是一个well organized的一个设计师的话 你全改掉也没关系 因为像我的话全改掉我一定会乱套 所以说我基本上用的就是它Default的那些 网上搜得到的那些快捷键是 所以说 所以今天这些就是基本上Tips 就是包括了 包括了之前跟大家回复一下提取颜色 怎么样Tradistance 或者Margin Padding 上下左右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用的 然后还有就是Snap 2Pixel 这个的话 其实没有太 我用的非常少 因为我在我在创作图形的时候 就已经让它Pixel perfect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 然后那今天课就到这里了 拜拜